是宏观点的问题,投资者也有多意见 有朋友问,如果现在首持美国的科网股 是否都应该全部离开? 你又怎样看,如果他想转投买黄金和商品呢? 你说是否科网股全部离开? 就好看你自己本身的投资做法 你是会有核心持股还是没有的? 我其实全部都是根浪头的 如果你说有核心持股,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 虽然现在科网股是差一点的 但是年头到现在都一直说的 我都还有一只半个hold住的 一只是苹果,半只是alphabet 或者大家叫做google,gog 那都还可以的 因为始终那个情况就是 第一,他们股值上面是不算贵的 对于,无论是比较一些叫做同业 或有很多梦想股 就肯定他们是不算贵的 而且对比他们过往来说 你撇除一些很低很差的成分 比如互联网蜂蜡爆发 千禧年那些,你不计那些时间那样计,其实现在就不算贵的 再加上其实它的增长都,两家公司的增长都 solid 我就觉得这些都可以hold的,就是讲core 但是如果你说我是纯粹炒的,就是这段时间是流行什么 就是炒什么了,我平时都拿cash的,那就走了没坏 因为其实科网股,我自己看法是大概观望到今年年中 就是大概之前的说法就是维持之前一贯都说的 就是联储局交大概第二次息的时候观察究竟科网跌完没 那未到,如果炒的角度就不会入场 是的,最多就不short,就是最多不做淡,但是就不会 不会特别买,或者就算买都是跌得很深的时候 反弹弹弦给它那些,那些操作 那些就不是太建议平时在节目说这么多,因为都没什么意思 就是会变成要看的,如果你说call holding我就觉得可以的 但是就是小心点选择,就是不要买了一些有些梦想股的那些 不是说他们的公司不好,但是太贵贵到都 就是保证你买了之后顶不住 就是顶不住,最后都是会估出来的 那就无谓做这些东西了 嗯,那如果他说转投,譬如黄金或者商品那样 那你又同样这个看法呢? 如果你说黄金... 又会很刺激呢? 黄金商品呢,黄金我觉得相关的可以L期一些 就是买些放在这里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位短线都肯定有些高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乌克兰俄罗斯局费 已经养到上了台面,大家都在等打 所以现在这些位,你的金都已经由1800左右 甚至乎1800水平都炒到接近一百七几 那你都是等一下,可能上到1900就回了 所以短线来说买就肯定高的 但是你说储我就觉得OK的 那还有草呢,今次就不是太建议草金矿股 以往我就会叫人买金矿股的 但是今次或者未来的日子呢 就应该是商品的实货会比公司的 就是如果相对上来说 那所以可能如果你用美股那边的黄金的话 那可能黄金ETF就是GLD 那但是那个草货的位置就可能 你当这一转就下回172.5以下才慢慢买 就买点来放就不要特别等 就是不要想着短线要炒啊,要追得很贴啊那些 就不要太过这样想了 那然后商品就基本上都是 刚才故有说法就是石油加基本金属 那我觉得都还有一些水平的 就是还有一些水位升的 那现在买一些OK 但是商品就好看价格 就是对个价位的要求是很高的 那我就日期量就是如果美股的话 我都是之前那两只推介 就是CUX就是说的是雪佛龙 和这个Oxy就是西方石油 那但是这两只都是可能你要等回 这一转这样计就可能 比如当Oxy就可能回到38.5 那如果你说CVX就是可能 都是去到要大概133元左右 133元以下才买会好一点 是这样